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办公地点非常高大上 在中央商务区的高级写字楼里 这家公司的员工 男的都西装革履 女的都涂红唇穿高跟鞋 每个人的脸上仿佛都写着高级两个字 铺垫了这么多 这家公关公司的水平一定很高吧 然而员工们做出来的公关策划案PPT 居然连是牺牲的水平都不如 上一页多出来的两个字完全不处理 直接让这两个字顺延到下一页 浪费了一个版面的位置 再往后翻 谢谢两个字又占了一页 怎么公关方案可以像拍电视剧那样注水的吗 看到这里 巴先生想着这应该是某位实习生做的策划案 没想到他原来是全公司员工 大概20位合作的劳动成果 一个人看不见这种低级错误还好说 20个人都看不出来吗 这样的水平真的是业内套 虽然近东的员工连份像样的策划案都做不出来 但不妨碍人家很受客户欢迎 某餐饮集团旗下的一家门店 造成了30位食客食物中毒进了医院 哪怕集团内部设有公关部 但集团老总还是决定请近东来应对舆情 毕竟近东的公司很牛 而自家公关部的水平烂得只能搞搞年会 不懂就问 既然自家公关部这么烂 为什么还留着 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所以近东作为老板 当即决定让员工们赶出一份调查报告 员工们听到要通宵加班 非但没有丝毫抱怨 反而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积极 眼神里满是向往 强而有力的应答身体现了干劲 开朗的表情全试着期待 这样的职场就想问导演和编剧 你们信吗 为了更好的处理舆情 近东带着助手 去了餐饮集团的公关部开会 到了会议现场还没说几句话 近东就在气势上 碾压了公关部的每一位员工 要求他们停止手上的一切工作 听他安排 还强调他没有时间教训任何人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近东公司提供的公关方案得有多牛 不然怎么会嚣张成这个样子 而后 近东甩出了他家员工 连夜做出来的装订陈册的调查报告 这份十几二十页的报告 同样不能细看 目录居然连夜数都不标注 如果想先看靠后的网民态度部分 难道要一页页翻找吗 这点细节都不注意 真的是专业公关团队 做出来的汇总报告吗 在之后 近东提出了他们公司的公关方案 一 了解率先爆料门店 卫生问题的网友的真实诉求 保障他对外发生的渠道 二 关心中毒顾客的身体健康 三 除了公关部 集团员工禁止对外发生 四 官方声明需公事医院 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 强调企业的严查之心 实话说 这种公关手段不是挺模板化的吗 集团自家的公关部居然不懂 这就相当于自家孩子 不会算一加一等于几 特地请家教老师来算 最后算出了等于二 看到这里巴先生又看出bug了 前面近东说 官方声明一定要尽快发布 他信奉的公关原则是黄金两小时 后面又说官方声明 一定要将医院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 公之于众 这有可能吗 医院出具的报告不难整理 难的是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 有可能在事情发生后 几个小时内就有吗 也不知道 近东团队指导下的公关声明是怎么样的 反正舆论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网友纷纷表示满意 原谅 夸集团诚恳处理妥当 这 网友明白着 被当成衬托近东牛哄哄的工具人了呗 看到后面 更大的bug出现了 近东的未婚妻宋家也是公关牛人 他为了争取跟餐饮集团合作 决定向狠手罢近东公司搞破产 怎么搞呢 就是公开了近东公司隐瞒调查报告真实内容的事实 也就是把门店后厨脏乱差的视频 以近东的名义泄露出去 于是近东公司口碑就崩了 客户都丢了 公司就倒闭了 宋家把未婚夫近东的公司搞倒闭之后 立刻跟他求婚 美其名我养你 这算编剧强行开启虐恋模式吗 那么问题来了 宋家为什么要陷害男友呢 原来他是被上司逼的 上司跟他说 你未来只有两条路 要不就此之下人 相夫教子 竟想天伦之乐 想升职的话就得跟男友竞争 承受关系破裂的结果 所以 这家公司是让女员工跟男友分手 才让他升职 这边向公关公司 暗示女员工分手才有机会升职 那边相爱的二八定律则反过来 说已婚身份才能升任顶级律所合伙人 这俩高端行业 怎么都爱对女员工的生活指手画脚啊 爸先生看到这里 实在追下去纵有极风起了 虽然他不是镇静职场剧 但难道情感剧的职场部分 就可以糊弄观众吗 其实观众的要求也不高 不需要剧组拍的像纪录片那么写实 只求不要太离谱 但现在的电视剧主创 似乎离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太远了 建议以后他们在创作之前 脚踏实地体验一下 该行业的职场生活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